股價一直創新高 難道不會有原因 股價一直往下跌 難道不會有原因嗎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剛才品行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目前TESTA為什麼 其實有很多的現象會突顯出來 今天我想TESTA的創高 這是一個不爭的一個事實 另外呢 鴻海現在大家都知道 鴻海今年原先的這個8坪 這個8坪的變成11坪的部分 我還跟大家講到說第9坪是機器人 第10坪是什麼 電動車 11坪叫第0坪 他們叫做11坪 是穿戴裝置 所以未來鴻海的集中的火力 絕對在機器人 電動車跟穿戴裝置身上 而今天讓我比較更放心的一句話 那當然就是蘋果的副總裁 他講的那句話 他說未來蘋果竟然把汽車 當成是終極行動裝置 那你問政府說 那這樣子iPhone跟Apple Watch怎麼辦 你放心好了 iPhone跟Apple Watch就變成汽車的核心 什麼 搖礙子嘛 對不對 可以遙控它嘛 所以我認為說未來總齊大成的產品 就在電動車這一塊 蘋果竟然丟出這個在產業 未來趨勢發展的震撼上 猶言載耳 大家還記不記得那時候 庫科接受風險雜誌專訪的時候 提到哪三件事情 卡腿 有沒有 第一個汽車就是它排名三大的 就是家居 健康跟汽車 所以汽車看起來成為 所謂的打造的標題 也難怪鴻海為什麼要 10倍速的進到汽車產業當中 好 今天剛好媒體 是不是有提供一個鴻海集團的 電動車的供應鏈當中 我給大家一種選股的方式 但是反正今天鴻海很行 鴻海的話題很行 鴻海的股價 子公司的股價都很行 你看最近的群創 你看最近的華漢 你看最近的鴻海本身 你看2354也是跟汽車有關的 紅准都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些電動車的供應鏈當中 還沒有長到的 你可能就要多加注意 為什麼 因為畢竟電動車看起來 是鴻海跟蘋果共同點名的 一個重要的趨勢跟方向